3月14日,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去世,小年76岁,霍金家人发表声明,称他的勇气与坚持鼓舞了全世界。 史蒂芬·威廉·霍金,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纽津,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,现在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,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。 娱乐圈的李彬彬、王俊凯、蒋芬琴、袁丽等人第一时间发文,面怀霍金,而金星则是怼了那些悼念霍金的人,实在太假了,称他们只是悼念霍金的名字装个文化人而已。 其实霍金是研究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,甚至连他名字的英文全拼都不知道。 中国人常说似这伟大,可有些明星却忘了这一点。 就在霍金去世的当天,因吐槽大会脱口秀出名的池子发微博,不想爬长城而全家非得爬长城的我。 并配以霍金的图,虽说是想表达自己爬长城很累,但他所用的配图却让网友们坐不住了。 纷纷表示,池子你这样会被人骂不尊重逝者,这有点过分了,不太合适吧。 或许是认识到自己行为不妥,他很快就删除了微博,并发文表示了歉意,但网友似乎对这条微博不满意,认为他删除了微博却暗粗绰的讽刺网友。 有的甚至表示这样的行为太恶心。